你沒有做自己 他每次都說他要做自己 因為每次回家的時候 我們跟他講說 威廉你舞都跳不好 歌都唱不好 他就講說你這樣會被人家講話 他都會講說 I don't care 他每次都會這樣子講 他們就是 我跟妳講 你今天有冠軍項好不好 退下威廉 我覺得那個 老鼠死是誰 多多 沒錯為什麼 因為每次在比賽 就是我們才藝表演的時候 他都是最後一天才來台北 然後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我們隔天要錄影 我們也很累 然後他那天 就是有一次那個經典老歌的時候 就是表演那個台客舞那個 眉飛色舞的時候 然後他還叫我就是 要載他去找那個小兵他們 然後心電明明就很遠 然後他就說很近沒關係 然後就叫我載他過去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是老鼠死 你知道嗎 蛤 那天我到台北 然後我叫他 接我到他家 然後 就到半路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欸那個多多我們可不可以晚一點點 因為我要去夜店找一個女生 這不能構成他是老鼠死的罪行 等一下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已經重量了 我現在每天幾乎都要打籃球 跟我打過籃球的人都知道 打籃球的路 我一定籃球很弱 然後每次都害我們心 哈哈哈哈 哇 他這樣可能是老鼠死 老鼠死 老鼠死 要反駁也反駁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嗎 明明籃球不太強 還敢拿出來說嘴 牙高你也怨不得別人啊 滾一下 下一個誰 好啦其實我沒有要說誰是老鼠死吧 我是要提醒他 就是這個老鼠死可能是野獸啦 為什麼 從他進來他就一直跟我請教健身瘦身的東西 那我覺得說 幫忙好每個人體型 要不就是正方型 要就是倒三角型 只有你是正三角型 然後你跟我說你有瘦 瘦了就算了 結果瘦成零型 沒什麼差 然後呢 你說你要跟我同一組加入硬邦邦 結果你現在跑去公主邦 老鼠死 誰誰要講講 TERRY是不是團體中的老鼠死 摸摸摸 沒錯 他每次都把那個表演的程度啊 Label提太高 所以我永遠都是第二名 老鼠死 這應該不算吧 某某先生 弟弟們本來就應該讓自己好還有更好啊 相信你把門也不會越拔越醜的吧 老鼠 其實我今天 我覺得 我平常就是 在幫忙檔裡面 我很容易生病 然後感覺不好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是老鼠死 然後我之前 又去學 之前去學校都會單怒到大家 那個 就是通告時間啊 好痛耶 不好意思 真的沒辦法 因為我要念書 你要選我當老鼠死我也沒辦法 那 真的難過 夠了 選這集我很難過 我跟你講 一個梗用一次還OK 用太多次很爛 演到第二次的時候我覺得 你覺得弟弟們會放過你嗎 誰要跟我 小潔一秒鐘 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講他 我要連帶來講這四個 哪四個 夠了 哪三個 來 不要這樣好不好 早上因為拍戲的關係 我知道大家就是 就是晚歸早出嘛 那大家就是睡覺會 就可能要賴床 我覺得這都情有可原 我一定可能當那戲陣 第一個起來我都沒問題 但我覺得要叫 講一下我第二個 好我是第二個 我現在就第三個 你夾米 我就是那個 我覺得要 我要叫可以 可是你重點要叫得起來 他們幾個其實叫 叫都叫得起來 可是小玉咧 有時候他就是會叫不起來 而且你知道怎樣嗎 他如果難得精神好的時候 他就會起來的時候就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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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叫他的時候 欸 小玉起來了 起來了 叫了五次都是這樣子 然後等到他心甘情願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快遲到了 欸 遲到 正是老鼠 最常遲到的是那個 你敢比我 我遲到 你知道為什麼遲到嗎 因為我每次都等最後的 撞好拳 你說我沒有等過你嗎 你說你 你知道嗎 現在有在機會 有 整個好不好的情緒 但是現在 重點放在小玉身上 好不好 來 誰要攻擊 今天晚上我們要準備 今天的錄影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這快崩潰 我怎麼快揍他了 快揍他 其實我們去現場會玩 結束以後我們就要去練舞 練完舞就是好不容易 有空檔的時間想說 就準備一下 可以練一下自己的東西 他一上去那邊 他就開始累了 他就開始睡一念的時候 他去那邊練很累 然後就趕著要回家 結果我們就很不爽 因為我們就沒有練到 我們自己想要練的東西 好就陪他回家 一回家呢 他洗個澡 又就瘋狂打電腦 然後等一下 聽我講完 打完以後 幫他把所有的東西都練完了 今天準備的東西練完以後 隔天 就我們要去睡 我睡到2點多的睡 睡不著起來之後 他還在打電腦 你們真的累嗎 你們是讓人太沙野了 楊祁鈺先生 其實你體力很好嘛 該不會的電腦桌 請問做什麼壞事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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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唱 結果還要叫工作人 幫他對嘴 所以我覺得他是老鼠屎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TERRY 因為我覺得啊 TERRY啊 每次淘汰賽的時候 東西都表演越表演越難 然後搞到最後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表演什麼 結果 都不知道表演什麼 結果變成 害我連衣服都脫了 你可以表演無我自焚啊 欸 TERRY要講話 好 我現在回答第一點 他每次說練習的東西 上次有一次啊 我跟 就是瑋瑜跟他一組 瑋瑜可以幫我作證 他從高雄上來 然後晚到就算了 晚到了 然後又愛玩 然後練習又不認真 然後脾氣又差 然後他還會罵我說 我怎麼教這麼慢 不要當過他的習慣 哪有 對 然後 邊練邊玩 然後他叫我 然後他叫我 不要把東西想太難 然後他又說我看不起 我要講一下 哇塞 這麼難搞 瑋瑜 因為就像上次練淘汰賽一樣啊 全部人都到 只有他一個沒到 但是真的大家都吵氣 所以連TERRY都有空來 因為TERRY也很滿忙 是一個人啊 然後我們每次團隊練習的時候 多多有了 就是 不會跟我們一起來 因為我坐高鐵就高鐵 高鐵delay 不要獎勵 所以 練開場我就算了 好 我們原諒你 因為你可以到現場再練 可是他到現場 也只是這樣 拉哩拉哩練一兩下 然後結果就上場 結果跳得不好 那天我延續一下 他雖然是坐高鐵上來 可是他上來的時候 就會住小兵家 可是當天晚上 吃泡麵看電視 我跟毛弟練到兩三點回去 他們也沒有要練的意思 喔 喔 老鼠屎 老鼠屎 這太大了 這很嚴 你還敢爆別人的料 去他家練習 錢小姐會上來生氣 就是因為 我們在練阿妹的 然後我們就說 後面給那個小兵 freestyle 唱一些高音的 然後他就自己在 啊嗚 什麼的 鬼吼鬼叫 然後後來錢小姐又上來了 就很尷尬 錢小姐又上來了 你們別再這樣折搏她了 好不好 好 多多你的罪行好不好 實在太多了 真的這叫慶祝難輸 就是這個道理 多多呀多多 您真是不簡單 仍讓大家讓親全力微笑你 別再說我們是在 多少滑 哼 30秒 GO 好我今天就直接攻擊一個人 老鼠屎就是 楊啟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小玉非常的髒 髒到他的衣櫃裡面 我都看到有老鼠屎啦 哇塞 真的有老鼠屎 真的有老鼠屎 非常的髒亂 而且他東西喜歡亂丟 平常啊 我們就是在回家的時候 都是做一些整潔的方面 可能就把包包放好 他從來一蓋不住 而且他一蓋就是當耳朵有長包皮 都完全聽不到 在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耳朵就有重聽 嚴重耳鳴 都聽不到講什麼 他說好我會痠啊 回去就不不不不不不 包住 阿偉是老鼠屎 為什麼 來 其他四個就站起來 靠過來 靠過來 你應該也是 你應該也是 這個團體 如果少了他 我們就變東方神奇 注意看喔 通常 好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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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阿偉快過去啊 阿偉過去中間站看看啊 阿偉過去 有了這個箱子 他就可以東方神了 喔 哇 拉電箱站都站不穩 還想當東方神奇呢 我看你還是乖乖的當你能拉力怕 好啦 哭